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放着一颗没有包皮的洋葱在房间里 千万人疯传 当流感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时 有一位医生到各地农场去探视 看是否可以帮助人们战胜流感 很多农民和他们家庭感染了流感 很多人因此而死亡 这位医生来到一家农民家 出呼预料这家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健康 医生询问这家的做法与其他人家有何不同 这家的妻子说她在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里 放置了一盒没有包皮的洋葱 医生无法置信 因此就问是否可以要一盒洋葱 以便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他就给了她一盒 医生观察时 真的在洋葱上发现了流感冰菌 显然洋葱吸收了冰菌 因此让这家人保持健康 如今我从亚利桑那州我的理发室那里听到类似的故事 她说几年前她的很多雇员感染流感 她的很多顾客也是如此 她在她的理发店里放了几个果盘 里面放了一些洋葱 令她吃惊的是她的员工没有一个生病的 看来洋葱真的起作用 故事的核心是 买一些洋葱吧 把它们摆放在你的家里的果盘里 如果你是做办公室的 在你的办公室里或者办公桌下面 或者在柜子顶部放着几个洋葱吧 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我们去年做了没有人得流感 如果这样做可以帮助你和你所爱的人 不患感冒那就太好了 如果你仍然得了感冒 也许会是比较轻微的症状 不管结果如何 你又会有什么损失呢 除了几个洋葱之外 我把这个建议送给我的朋友 他回复说了关于洋葱的最有趣的实验 我不知道那个农民的故事 但是我知道我得了肺炎 不许说我病得不轻 建议把洋葱的两头切掉 插在叉子上 然后把叉子放在花瓶里 晚上放在病患身旁 据说洋葱会因为病菌 而在次日清晨变黑 果然事情跟文章里说的完全一样 洋葱看起来糟透了 但我却开始好转过来 和大蒜在多年前的黑死病中救了很多人的命 为了你和你所爱的人的健康 请摆放一颗没有包皮的洋葱吧 记得两头要切掉哦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